雪窗 作者安房侄子 翻译 彭义 山脚下的村庄里摆出了一个卖杂烩的车摊子 突然亮起来的四方形的窗子里 映出了一个缠着头巾 脸上挂着笑容的老爹 写着杂烩雪窗的布帘 在风中呼啦啦的飘扬着 雪窗是店的名字吧 一个客人问道 就算是吧 老爹一边磨芥磨一边答道 哦 可还没有下雪就叫雪窗是什么意思呢 话是那么说 可是咋会是冬天吃的东西啊 老爹这样说完 心想 我回答得有点牛头不对马嘴吧 山里的冬天来得早 出雪的那天晚上 四眼一片白茫茫的 从山口上下来一个穿着厚厚棉衣的客人 跌跌撞撞地向车摊子走来 好冷好冷好冷 客人叫道 随后 一边搓着双手 一边点菜道 请给我上一份那个三角形的在咕嘟咕嘟的东西 三角形的在咕嘟咕嘟的东西 老爹一下子抬起脸 老天竟是一头梨 眼珠圆滚滚的 尾巴像上好的大毛笔一样蓬松 不过 这事儿一点都没有让老爹吃惊 早就听人说过了 山里像天狗呀 鬼呀 以及额头上长一只眼的妖怪多得是 还有更加不可思议的妖怪呢 于是 老爹一本正经地问道 你说你要什么 黎朝锅里撇了一眼 说 看 那个那个 就是那个三角形的 我还以为是什么呢 魔芋啊 老爹差点忍不住笑出声来 他为黎成了一盘魔芋 又加上了好多芥蒙 这让黎兴奋了 哇啦哇啦地说了起来 载汇店真是不错 还有雪窗这个名字 真是一个美丽动听的名字 我 我太 我太感动了 喜欢上了吗 当然喜欢上了 漫天飞雪里只有隐约显现出车摊子的那一线光运 窗子里弥漫着热气 里面飞出一阵阵欢笑声 我还想再当一次雪窗的客人 听了这番话 老爹开心透了 黎大口地吃着魔芋 问道 煮杂汇的方法很复杂吗 哈哈 当然复杂了 需要多少年才能学成啊 我正好学了十年 十年 黎拼命地摇头 这不是比黎的寿命还要长吗 黎叫了起来 从那天以后 黎每天晚上都来 而且 每次来总要追根究底地把杂汇的事问个明白 于是有一天晚上 老爹终于开口问道 我说 你当我的助手怎么样 什么叫助手 就是帮我做事 生生活 积积水 消消监鱼什么的 听了这话 黎乐的手舞足道 这正合了我的心愿 没有什么比这更让我高兴的事了 完了 黎就麻利地钻到了车摊子的里头 就在里头 老爹拿过一双长长的筷子 把锅里的东西一个个夹起来 耐心地告诉他 这个是萝卜 这个是卷心菜卷 这个是鱼卷 黎一边恩恩地不住点头 一边又一个个地忘掉了 尽管是这样 黎还是干得相当卖力 他特别会洗芋头 洗得特别干净 自从黎来了以后 老爹的活轻松多了 而且还好像是多了一位家人似的 有了一种幸福的感觉 在此之前 老爹一直是孤零零的一个人 许多年以前 妻子死了 后来 幼小的女儿又死了 女儿的名字叫美黛 细血飞舞的夜里 哇 老爹总是会听到 从遥远的天空中 传来美带的哭泣声 特别是客人们全走光了 孤零零一个人的老爹 吸了车摊子的灯时 更是寂寞 自从黎来了以后 吸灯前的那一个短短的片刻 却变得欢乐起来 客人一离去 黎就会拿两个酒杯 咣当一声摆好 说 来 老爹 喝一杯吧 一边喝 黎还会一边讲 有趣的故事给老爹听 唱歌给老爹听 老爹的心情好了起来 觉得这世间似乎大了一两圈似的 这是发生在一个白血挨挨的夜里的事情 还是像往常一样 熄灯之前 咣当一声 黎把酒杯摆了上来 可是 就在这个时候 从外面响起了一个声音 请再来一盘 原来还剩下一位客人 呀 真是太对不起了 老爹这样一说 仔细一看 是一位女客人 从头到脚 严严实实地披着一条毛毯披肩 像雪的影子一样 悄无声息地坐在那里 这个时候了 而且还是一个女人 坐在杂绘车摊子上 让人不能不多 觉得有点诡异 喂 老爹招呼道 客人抬起了头 浅浅一笑 露出了两个酒窝 还是一个年轻的女孩 这时 老爹却正在那里了 不知为什么 女孩这张脸 有点像美带 老爹目不转睛地盯着女孩 心底里 却在暗暗地数着 美带已经死去了多少年 要是还活着 应该十六岁了 这么一想 再定静望去 毛毯披肩下面的女孩 恰好是十六岁左右 你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呀 老爹战战兢兢地问 只听女孩用清脆的声音回答 从山口翻过来的 这叫老爹惊诧不已 这样的满天大雪中 要想翻过一座山 可不是一件容易事 就算是一个男人 也要爬上一整天吧 真的吗 山对面是野泽村啊 是从那里来的吗 老爹又问了一遍 是的 我是从野泽村来的 女孩答道 为什么从那么老远的地方赶来 女孩浅浅一笑 说 想吃雪窗的杂烩啊 哎呀 这可太辛苦你了 老爹乐坏了 不禁笑着眼开 怎么说 你是野泽村的人了 女孩什么也没有回答 眯起眼睛笑了 越看 老爹越觉得他长得像美带 而在这个时候 黎一动不动地坐在车摊子里面 莫得 他的直觉对他说 该不会是一个雪女吧 这样说来 还真是的 女孩除了脸颊上泛出一丝淡淡的桃红色之外 白急了 黎回忆起以前在山里遇到雪女的情景 黎还是个小岔的时候 有一次看到一双雪白的赤脚 从洞前搜得一掠而过 当时他正和妈妈趴在洞里 他想也没想 就要把脑袋伸出洞外 嘘 却被妈妈制止了 那是雪女的脚啊 绝对不能出去 要是被雪女抓住了 最后会把你冻僵的 因为被妈妈拦住了 所以黎只看到了雪女的一双脚 不知为什么 他把那个时候的那双赤脚 和面前这个女孩的这张脸 联系到了一起 黎咚咚地敲打老爹的后背 压低声音而语道 老爹 这是个雪女啊 要是被雪女抓住 会被冻僵的呀 可是老爹连头也不会 只是高兴地看着女孩 津津有味地吃着杂烩 吃光了杂烩 女孩站了起来 要回家了吗 老爹恋恋不舍地凝视着女孩 女孩说 我还会再来 哦哦 是吗 还会再来吗 老爹连连点头 回家路上小心点 可别感冒了 再来哟 朝着披上毛毯披肩的 女孩的背影 再来哟 再来哟 老爹不知道喊了多少遍 离在他后头 轻轻地捅了他的脊梁一下 老爹 那是雪女呀 喂 老爹转过身来 欢喜地这样说道 不 那是美代哟 谁 和我女儿美代长得一模一样哟 那对酒窝 还有那咪封眼的样子 另外 年龄也差不多 这时老爹才突然注意到 眼前搁着一个小小的白色的东西 咦 老爹拿起来一看 是手套 雪白雪白的 安哥拉兔毛的手套 可是却只有一只 哎呀 忘了东西了 老爹喊出了声 什么什么 你把手套上下打亮了一遍 赞不绝口地叫道 这不是安哥拉兔的皮吗 这可是好东西呀 然后脸上献出一副 深思熟虑的表情 这样说道 这么说来 那是个人了 雪女是不戴手套的呀 那个人还会再来的 把这么好的手套放在这里 不会不来的 是吗 老爹高兴地笑了 把手套塞到了怀里 然而 等了不知道多少天 披着毛毯披肩的女孩 始终没有出现 今天又没来 今天又没来 每天晚上 老爹都这样搭了着脑袋 嘟囔道 十天 二十天过去了 雪上又积了一层雪 已经是冰冻三尺了 把雪窗的客人都吐着白色的雾气 说 老爹 好冷啊 是啊是啊 好冷啊 老爹随声附和着 却不是把客人要的萝卜和芋头弄错 就是心不在焉地把酱汤打翻在地 而且 还总是神情恍惚地 眺望着远方的山 一天晚上 老爹对李说 去野泽村走一趟怎么样 什么 这冰天雪地的 怎么去 拉着车摊子 翻过这座山去哦 做生意 常常换换地方才有意思吗 听了这话 李沉着脸把头转向一边 老爹 你就是不说我也明白呀 你是要去找那个孩子呀 老爹把手伸进了怀里 啊 那孩子的一只手很冷吧 老爹自言自语 可是山里寒风刺骨啊 不碍事 围上厚厚的围巾不就得了 可山里什么妖怪没有啊 鬼呀 天狗呀 额头上长着一只眼的妖怪呀 不碍事 我的胆子比别人大一倍 是吗 既然是这样 那我就跟随您一起去吧 离像个忠实的仆人似的点点头 一日 是一个阴沉沉的雪天 老爹和李拉着雪窗那架 嘎吱嘎吱作响的车摊子 出发了 通往野泽村的路陡峭难行 尽管在白天还有公共汽车与人的行迹 可是到了夜里 这一带则是一片怕人的死寂 又是雪埋山道 比想象中要难走得多 李已经划了三角了 老爹 还有多远 车摊子后面 传来了李那可怜巴巴的声音 早那早那还早着呢 老爹慢吞吞地答道 这么说 还没有到天狗住的森林 还没有放过额头上长眼的 妖怪出没的险峻的伤口 北风呼啸 细碎的雪莉嗖嗖的迎风飞舞 把灯点起来吧 老爹点燃了车摊子的那盏煤油灯 顿时 小小的四方形的光 映亮了风雪弥漫的夜路 不连的影子在灯光中轻轻摇晃 李一下子变得神采飞扬起来 啊 灯一亮 心情就变得轻松多了 仿佛来了客人似的 可就在这时 背后响起了一个声音 雪窗店家 黎吃了一惊 怂耳戏变 嗯 大概是听错了吧 可这次 又有谁在前面呼唤开了 雪窗店家 老爹也止住了脚步 心想 是心理作用吧 这么昏天黑地的大山里 不可能有客人来啊 虽这样说 两人还是把车摊子停住了 相似下张望 So 突然风声大作 一个细微的声音 从前面 后面 左面 右面 铺天盖地地涌了过来 雪窗店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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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老爹不由地大声地答应着 于是 喊声刹那间停住了 什么人也没有 唯有一片片形状各异的树木 盐装素果的茉莉在那里 嘿 李不禁咋咋称奇 老爹 这是树精在恶作剧啊 我们就假装没听见 一直往前走吧 嘎吱嘎吱 雪窗又冻了起来 一边拉车 老爹一边响 方才的呼唤声 好像是美代的声音啊 美代六岁那年病死了 恰好是十年前 也是这样一个严冬的夜晚 自己背着高烧烧得像火炭一样 的美代翻过了山口 那是一个月圆之夜 老爹飞快地穿过了天狗的森林 翻过了额头上长眼的 妖怪出没的山口 深夜 终于赶到了野泽村医生的家门口 可背上的美代早已浑身冰凉了 那时 老爹不禁暗自私存道 美代的灵魂 究竟是在哪段路上飞走的呢 要是现在立即就往回走 说不定能在山口上 找回正在婴婴抽泣的 美代的灵魂吧 即使是在十年后的今天 老爹依然还是这样想 所以 那天晚上 当那个披着毛毯披肩的女孩 从山上下来时 她惊愕得简直是目瞪口呆了 真是太像美代了 老爹把一只手插到了怀里 抚摸着那只手套 东风加西风 南风加北风 离在后面唱起了歌 嘿哟嘿哟 老爹也喝上了拍子 总算是走进了森林 车摊子的灯光 忽明忽暗地闪闪烁说 突然 头顶上响起了一个尖利的声音 雪窗店家 萝卜煮好了吗 老爹吓了一跳 把车子停住了 谁呀 离朝上看去 天狗那黑乎乎的影子 就在旁边的树顶上 鼻子伸得长长的 他晃荡着两只爪子 又一次嘲笑道 萝卜煮好了吗 说完 他一边嘎嘎大笑 一边就像蝙蝠一样 窜到了另外一根树枝上 这可把离气坏了 撅着嘴 怒形于色 树上不去 就学着大人的模样 把脸扭向一边 真受不了这样家伙的嘲笑 老爹 就装作没听见 一直往前走 他说 雪窗又动了起来 后面传来了天狗的大笑声 车摊子抵达了山口 就在这时 面前一哄 窜出了一大群黑影子 呼地排成一列 孩子游戏时地张开双臂 拦住了他们的去路 接着 便一口同声地喊道 雪窗店家 给他好吃的尝尝 一只只只有眼睛闪闪发亮 不给他好吃的尝尝 就别想过去 听上去 还是孩子的声音 老爹举目细边 只见他们一个个 全穿着一模一样的短裤衩 头上长着一对鸡脚 是鬼呀 李轻声嘀咕道 可还是一群小崽子啊 哄哄他们 让我们过去吧 老爹点点头 用温柔的声音说 真不巧 今天晚上 我们是在搬家呀 什么吃的也没有 小鬼们齐声问道 是真的吗 老爹打开了锅盖 答道 是 是 是真的呀 我说的不错吧 是空的呀 李接着老爹的话 用更温柔的声音说道 以后 到野泽村来吃吧 想不到 小鬼们却一起伸出一只手 说 既然是那样 给我们餐卷 好啊 好啊 李连连点头 随后 趁着群小鬼不注意 捡了十来片矮竹的叶子 发给他们 诺 餐卷 拿着他到野泽村来 一盘杂汇免费 哇 小鬼们兴奋的 像炸开了锅 老爹开心的望着他们 每代小时候 也拿树叶玩过 一闭上眼 每代玩过的 各种各样的树叶 就会漫天扎地的飘来 当过家家玩的盘子的树叶 当纸牌的树叶 当船的树叶 还有被当成学兔耳朵的树叶 叮叮当当 小生的小兔 为何耳朵那么长 溜进妈妈的菜园子时 吃了矮竹的叶 匪子树的叶 耳朵才会那么长 传来了曾经唱给美代听的童谣 不过这回是小鬼们唱着同样的歌走远了 叮叮当当小山的小兔 为何眼睛那么红 溜进妈妈的菜园子时 吃了红树的果实 眼睛才会那么红 幸亏碰上的是小鬼 要是换了他们的父母 可就没那么容易脱身了 李一个人念叨着 老爹点点头 又拉起了车 你不冷吗 一边腾出一只手 弄正围巾 老爹一边问 李精神抖索的回答 一点也不冷 往年这样的熟酒寒天 李早就钻进洞里冬眠了 可是今年 不知是因为每天晚上喝一杯酒的缘故 还是生意太有意思了 反正既不觉得冷 也不觉得困 翻过山口 就渐渐是下坡路了 不远了 老爹正在这样激励里 啪唧 一个冰凉的雪球砸到了他的脸上 天哪 从边上闪出一个让人不寒而栗的家伙来 妈呀 头上长一只眼的妖怪 李精叫道 老爹背上也窜出一股寒气 两手捂着脸 不由地往边上躲去 就在这一刹那 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了 车子脱手而去 他竟顺着雪坡朝山下滚去了 灯还亮着 他就那样咕噜咕噜地滚了下去 等等 老爹和李从后面追了上去 可顺势而下的车摊子 比雪橇马还要快 喂 雪窗 雪窗 雪窗那四方形的灯眼看着越来越小远去了 做生意可离不开他呀 老爹发疯一样的狂奔 奔啊奔啊 不由地倒吸了一口凉气 莫非说刚才那家伙 真是额头上长一只眼的妖怪 老爹 没用了 无论如何也追不上了 李在后头气喘吁吁地说 扭头一看 李蹲在地上 只有尾巴还在巴搭巴搭地摆动 老爹也是累得筋疲力尽了 死心了 走了起来 到了山底下 总会有办法的 老爹轻轻叹了口气 说是这样说 车摊子一定摔坏了 七零八落了 真是的 跟野猪一样 突然就冲了出去 老爹和李一起 亮亮呛呛地朝山下走去 山脚下 雪窗孤零零地停在了野泽村的村口 仿佛是一只异色飘虫 在那儿 在那儿 两人狂奔起来 视野中 雪窗的灯光渐渐变大了 橘黄色的灯光 从四方形的窗口透射出来 帘子呼啦啦地摇晃着 谢天谢地 车摊子没摔坏 可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车摊里有一个人影 还冒出了煮杂烩的热气 是啊 雪窗在开电影课 没错 没错 可这不可能啊 老爹一边眨眼 一边朝山下跑 小心翼翼地跑到了他的近前 一看 天呀 车摊里站着的 竟然是那个披着毛毯披肩的 对 就是那个长得酷似美带的女孩 笑颜颜的正望着自己 锅里煮的是满满一锅杂烩 欢迎光临 想起了女孩那明快的声音 啊 你什么时候 老爹的胸膛一下子灼烧起来 也说不出为什么 却几乎激动的热泪盈眶了 你 你做给我们吃 老爹和李连忙坐到了椅子上 啊哈 偶尔当一次客人倒也不错嘞 老爹朝锅里探过去 那么就来一盘吧 女孩点点头 成了一盘子萝卜 磨玉 其实啊 我是来还你手套的 老爹迫不及待的从怀里套出了手套 女孩开心的笑了 翻山越岭 就是为了特意来还我手套 他把手套戴到了左手上 右手 右手当然戴了一只手套了 然后 他兴奋异常的说 这是一副手套啊 戴上它 右手就能做出叫人垂涎欲滴的杂烩 而左手呢 能照起来许许多多的客人 女孩把左手举得高高的 冲着四面八方挥舞刀 来呀来呀 怎么样呢 虽说是在深更半夜 人们却真的成群结队的从四面八方赶来了 有用毛巾包住双颊的人 有穿西装的人 有穿着靴子工作服的人 还有骑自行车的人 还有小孩 简直就像是节日的晚上 人流不断 吃完杂烩 搁下钱 便回家去了 老爹和李一呆若目击 只是睡眼惺忪的瞧着这番光景 来吧 好吃的杂烩 雪窗的杂烩 女孩那清脆的声音 在这一带回荡着 雪窗的灯光 一个晚上也没有熄灭 第二天早上 巡查在野泽村的村口 发现了一个小小的车摊子 他停在那里 店主模样的男人和一只狸 躺在长椅上呼呼大睡 喂 起来 巡查把两个人摇醒了 老爹默得扬起脸 找起那个女孩来 可女孩早已无影无踪了 面前堆着的钱 多得简直是让人目瞪口呆 这 这是 这是昨天晚上的营业额啊 老爹睁圆了眼睛 巡查带着一种奚落的口气说道 昨天晚上生意相当兴隆呢 嗯 累了吧 所以就打了一个盹 不过 可差点就冻僵了呀 嗯 老爹骚着脑袋想 那女孩果然是美带 老爹的胸口一下子暖和起来 肯定是她一个人点了好几次头 不过 好几次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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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掌